性別部分 那特別主要 理論上如果比較冗長的公式 通常都不會一次完成 可能都分兩次 三次、四次 反正你分很多次沒關係 因為很多時候公式這麼冗長 你一次怎麼做得完 而且從頭打到尾 反而容易錯 所以基本上可以拆開來 先做第一步 像這一題有沒有 拿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什麼 切 第二個字 第二個步驟是 做邏輯判斷 所以我會怎麼做呢 一先把切出來的公式 把它剪下來 那剪下來的時候 不包含等號 因為我要貼到邏輯裡面 所以一先把它剪下來 二插入函數做什麼 邏輯判斷 所以邏輯這邊 找到一幅 一幅裡面把公式貼上 欸 判斷什麼呢 如果它抓出來的 假如說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一的話 那就是男生 等於二的話呢 就是女生 所以如果輸入一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假設是輸入男 或女 比如說我假設 一般情況 做的話 那這樣的話 就輸入 那那個一幅 你輸入文字 你一開看 會自動幫你加雙贏 這是正常的 表示這個一幅 函數還蠻貼心 會自己幫你加 但是特別之外 有一些函數 你一開之後 應該要加 可是它不會幫你加 那時候你要自己加 有 像一幅會 但是有一些函數不會 那那些不會 反而會造成困擾 為什麼 因為 有些同學 因為已經人家幫你加了 所以你也忘了要加 那反而會造成錯誤 不過知道一下就好了 那不過你會發現 按確定之後的話 向下點滿 全部都女生 為什麼 你想說邏輯 這個地方有邏輯上的錯誤嗎 對齁 有沒有 雙引號 所以齁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吧 哪裡要加呢 後面這裡 要加什麼 雙引號 對不對 那這個雙引號 有沒有加 真的會插得非常多 因為很多同學 以前我系統 有些同學問我問題 他也說 他那個是用V盤數 要查資料 奇怪怎麼查 明明看到的好像都一模一樣 可是覺得查不到 後來我一看齁 你要查的 跟被查的 一個是文字 一個是數字 那當然不會match 所以基本上齁 差別在這裡 那如果按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喔 向下點滿 有沒有 結果才會是正確的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齁 還蠻多同學會忽略這個 這個地方 就是加雙引號 其實沒有講齁 我發現很多同學好像很容易做錯 所以這是觀念問題齁 不只是在這裡啦 其實在很多其他地方 也一定會有這樣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是從一個文字裡面切出來的 它一定是一個文字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說 你用的是像MID函數 或者Write 類的 這是一個文字類的函數 那文字類函數呢 它返還也會是文字 除非你是數字類的函數 它返還才會是數字 那這兩者是不一樣的 OK 所以這個可能要 特別出一下 因為這個錯的話 後面很多地方都會連著錯 怎麼做都不會對 這個公式裡面只要有一個地方錯 很抱歉 全錯了 它沒有那個什麼95分的 但公式裡面一定要是100分 錯一個地方都不行 還是 那如果我那個圖層格的格式 我是數字嗎 那我還是文字嗎 呃 我那個圖層格的格式 我把它設成數字 設成數字 但是你如果用MID函數切割 它還是會是文字 對 OK 所以你這個問題很好 反正你切 但是你可以從幾個地方判斷 密的灰啊 它也會在最後面 下面會告訴你 它是文字還是數字 所以我說你不用急著按決定 你可以先看一下 這樣它大概會給你一些 可能預覽的空間 這是也是一種確保你後面不要做錯的 我想一些細節 其實如果你這些細節都注意到 基本上公式要做錯 還真的還蠻困難的 所以有時候像我的習慣 其實我很少發生你們會發生的錯誤 所以有時候我為什麼會知道錯 那是因為你們來問我問題的時候 才發現原來會有這種錯誤發生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在做任何動作 我都會有不定的流程 然後我在按確定之前 我會先看一下 有一些可能需要注意的事情 所以這樣的關係 所以可能要做錯也很困難 所以我會覺得做起來還蠻酸的 它是蠻聽我的話的 而且它是非常忠誠的好朋友 因為他如果聽我的話 我想要幹嘛 他就啪一下子 結果出來 真的蠻好的 可是 但前提是你可能要跟他夠熟 因為我認識他 像我寫VBA至少超過20年了 所以他跟我是老朋友的 交情非常好 但是需要一點時間 即便你跟他認識很久 但不見你跟他很熟 對 另外還有一點 還有同學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未來你比對的後面資料 假如說 一定只能是數字 那比如說可能剛好那個 儲存格回來的就是一個數字 就是後面不能動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你變成要動前面的 前面的是一個文字 跟後面的是一個數字比 但是後面不能動 那你前面就要動 那前面怎麼動呢 有一個方法 就是把文字轉成數字 再來比對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其實工作裡面還是蠻多的 就是後面不能動 他只會給你的數字 所以你必須把前面的文字 先轉為數字之後再來比 你想說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樣轉數字 其實呢 我剛剛有講過了 你們可以有空的時間 就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裡面呢 有沒有哪一個函數 是可以怎樣 文字轉數值 將數值 剛好跌倒 數值轉文字 而且還太粗 這個我沒用過 哪一個函數可以 其實你也不用找了 因為在最下面一個 有沒有看到 將文字資料 轉換成數值資料 有沒有 就是答案 所以有的時候為什麼 我說你們有時間的話 可以各個擊破 但是也許你暫時用不到 可是 就是你有瞄過 所以因為我也瞄過 所以我知道 Value可以做這些用途 所以我可以怎麼做呢 像剛的問題 我可以怎麼樣呢 在這邊 我不能動後面的 那我只能動前面的話 那我只要什麼 在這個外面加一個Value Value 前刮弧 再到等號前面呢 加一個後刮弧 大家可以看懂這個地方 你不要打錯了 我想應該就ok了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後面不動 我動前面 答案怎麼來的 就是平常 所以這些其實都沒有太多訣竅 主要如果你每一個函數都能夠瞄一下 那將來有機會試一下 也許剛開始知道怎麼樣 不過沒關係 試一下 然後按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它就變true了 上下提滿 結果還是會正確的 ok 所以應該可以理解 這個滿重要 主要原因是因為非常容易做錯 而且做錯之後呢 都幾乎找不到問題 找不到為什麼 因為之前滿有同學問類似的問題 好那這些如果做完之後的話呢 請各位 在剛剛那個labs上面沒做 這怎麼做 插入什麼呢 用labs 一個字 這個 這個 一個字 是先決定什麼 姓氏嗎 後面呢 再串接 所以後面請你用and的符號 and的符號呢 就是在串什麼文字在後面 或者串哪個儲存格資料在後面 那這個是固定的規則 在issale裡面都是用and的符號 and的什麼 那and我們也 如果是男生 那就是先生 反之就是小姐 那後面要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邏輯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第一次使用函數的話 請你用這邊 去插入函數 如果第二次使用的話 請你記得從下拉清單裡面找 第二次三次都是 它才會怎麼樣 幫你串到後面 要不然你自己打也可以啦 你可以打一幅啦 不過當然我們用下拉清單這邊會比較簡單 它會自動幫你把它打在這裡 給你一個視窗 讓你用選的 那怎麼選呢 如果這裡面的資料假如是男 那我打一個雙影號 裡面的話呢 輸入條件 那就是幫我 輸入什麼 先生 反之的話呢 就是小姐 所以你就打先生 那這邊打小姐 ok 這樣的話呢 按個確定 向下點滿 放開 就完成了 應該可以看到 關鍵就是在end 後面第二次使用的話呢 記得喔 請你用前面這個小R期單 那你可以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後面一直加就可以了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那做完這兩題之後 再到那個綜合練習裡面 去看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所以這個文字與資料函數 有一些可能沒有講到的 但是呢 你也可以喔 自己稍微 試一下 那這些也許現在用不到啦 不過將來如果剛好 你遇到某一種情況的話 你也可以拿來使用 那很多問題喔 可以很快的幫你解決到 所以今天主要 我們就是針對文字那個類的函數 那另外多一個就是邏輯啦 那邏輯啦 那等會兒 那我想看 你... 我看你 你... 哪走 你... 你... 或者是... 你... 你... 那就是... 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